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查是很频繁的 所以说为了我们上下方便 我们公区自己修了一个检查小道 修这个小道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困难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桥段的高度是102米 桥段东升主要是检查有没有裂丸掉块和扭曲变形 所有的桥段我们都是一个月检查一次 这个桥段检查一次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 边爬边检查 爬到顶上很累也很危险 但是我们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这个桥桥底面进行检查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这个桥桥底面进行检查 桥桥底没有掉块 就是利用起来小区进行检查确认 小技 我们关领桥楼检查工区总共8个人 大家都来自湖湖四海 这家为了北盘江特大桥 为了他的心和安全 工具在这里 我是关领桥楼检查工区 安全员梁涩 今年24岁 我的职责是 保证大家每天的上天班绝对安全 机械手操作员 杨振兴今年22岁 我的主要责任是 确保检查小车的正常运行 廖望远沈进行 今年23岁 我的工作职责是 不防护北盘江特大桥 滚车底部的蛛丝马迹 廖望远黄操 今年23岁 我的工作职责是 保证北盘江特大桥 蹲台的设备正常 王远元今年21岁 主要负责设备正常 和仪器数据采集证券 我们的可怕是 安全生产消灭事故